怎麼建築? 其實你知道 就是奶頭要在外面 這些是我一直講的啊 你New Brown拿到之後 我現在這樣貼鞋的 我的奶頭是在這裡 就是沒有包住奶頭的 然後再來就是 你需要有一個平口的 小可愛 然後你把它 我是纏得不夠緊 你如果再把它纏更緊的話 它就沒有弄那麼 你看我剛剛是用一個透明膠帶把它纏緊 這樣子 所以你除了需要New Brown做集中之外 然後你這個服型 需要靠的是 那個平口小可愛幫你增加 那個份量感 所以我才跟你們說平口小可愛大家多買幾件 因為像我的話 我本身平常穿的小禮服 或是穿一些這種比較性感的 衣服的時候 我都會用這種方式 就是讓我的胸部不管再有勾的畫面 以及我側面的一個弧形的一個份量感 因為紙黏New Brown的話其實是會壓胸的 它是會有一個漂亮的一個胸型出來 所以我漂亮的胸型是靠平口小可愛 然後把中間把它弄緊 那你看要用別針 或是像我一樣用膠帶的方式 把它就是纏起來 繞緊 然後你就可以露出乳溝 又有一個漂亮的胸型這樣子 然後New Brown不會掉上來 因為你夠黏不會掉下 而且我現在還有多穿一件平口小可愛 所以一定不會掉下來 然後New Brown的一個訣竅就是 如果你今天是比較沒有胸的感覺 你就用越外面黏 你就是要低下來 要從最外面的方式 把胸部這樣往裡面集中 往裡面這樣黏 就這樣翻起來 然後從裡面這樣子 外面這樣黏 黏過來之後 把你這邊所有的肉都往這邊擠 之後往下一扣 然後你就會有一個漂亮的 牛奶奶奶好不好 會壓胸這是基本的 因為你想要不要它集中 基本上一定會是會壓一點胸 而且胸型沒有那麼的漂亮 除非你把奶量就夠大 那如果奶量不夠大 你真的只能靠一些外面的 例如說像我會額外縫頂樓加蓋 或者是現在有這種瓶口小可愛 然後它又可以把你塑緊 然後不影響你的胸部的乳勾線的話 你可以用像我這樣有這種方式 可以試看看 因為這樣你的 你的不管側面的胸型 或者是我 弧度的奶奶都可以看得到 牛奶外套有兩個顏色喔 來讓我們一樣 欸怎麼會這樣 我奶露成這樣了 然後還沒有什麼人進來 快點幫我分享好不好 今天已經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場了 好不好 又很像禮拜天了 明天還有一天 明天還有一天 然後這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場了 所以 來囉 我也要準備一些 套裝 洋裝 會一一的上給大家 那你們要 慢慢等我好不好 因為現在這場只有我一個人 現在這場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 就是 盡量 不要點東西 好不好 就這樣 蛤 你說什麼 我說只有我一個人 差不多要不然你要上來嗎 好 你要囤平衡 我覺得可以囤 因為我光是不同的顏色 我白色、杏色跟黑色 我每一件至少都有三件以上 我每一件至少三件以上 我裙子L絕對可以 但它就比較順合你的身型 好吧 就會貼合你的身型 Elon一定穿得下 但就是會順合你的身型 然後奶不可以太大 因為奶太大的話 你下胸尾會 會看得到 是蠻性感的啦 有一些人就是不在乎 因為我覺得 如果我今天有那個奶量的話 其實我下胸尾被看到 我也是 我也是願意啦 但我就沒那個奶量啊 所以就是看你們自己覺得 歐不歐 因為它這件的這邊 比較 比較小 快一點點 所以如果太大奶的話 會有點異乳的 異乳的問題所在 就看你們願不願意這樣 好不好 然後這是因為我現在沒有把它 纏得更緊一點 我如果把這個 纏緊一點 就是用透明膠在把它 纏更小件的時候 只是可以藏的進去的 好 是可以藏的 只是我現在沒有把它弄得很緊 這樣子 來囉 平口小可愛 我是認真很推薦大家 這一款小可愛 因為它不會容易滑 會沒有做美背的 所以很多的造型上衣上面 你們都可以 好 你可以幫我 很多的造型美背上衣 你都可以弄那個穿搭 那像我這樣子 需要增加我胸部的份量感的話 我也都是靠這個來增加 然後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中間那個乳溝的這個份量 就是用膠帶 或是用別針把它疊起來 這樣子 好不好 然後我有三個顏色 我現在身上裡面 很明顯就是杏色 那這三個顏色 基本上我建議大家都要 它原本還有白色 白色沒有了 我本來就是 白色、杏色跟黑色 那我覺得你也可以 根據你自己平常 會穿的一些美背啦 或是一些比較低背的 一些這種 上衣洋裝之類的 去做一個根色的搭配 都會很好看 好不好 因為我們現在有很多的 夏天造了很多的美背的洋裝 對不對 美背的洋裝都有 所以其實這時候 你就會做根色 那我覺得基本的 性色跟黑色 是要先買起來的 好不好 基本的性色跟黑色 是必須先買的 好不好 必須先買的 一件也不貴 然後這種彈性的 鬆了就丟了 好不好 鬆了就丟了 一件好像是150 我還180把東西 感謝喔 來接下來 它很薄杯 我覺得要講真的 因為它很薄杯 可是它的立體度有 這是我要分享給大家看的 為什麼我會把它利用 當我的 一個奶奶殼的概念 原因是因為 它薄杯 可是它的那個 側邊的弧形 是有的 它的那個奶的弧形 是有的 所以我當我New Brow 集中好之後 我要的就是它的那個 弧形的挺度 好不好 弧形的挺度 這樣子 小奶 我覺得小奶啊 為什麼不行 我不就是也是小奶嗎 我要的 我的重點在於 我要的是它的 胸型的那個弧度 喔 胸型弧度 但我必須說喔 如果你是穿那種 針織很貼合的 你單穿它 會很顯 胸部很低 跟壓胸 我覺得就不要單穿 我覺得這個你就是 拿來當什麼 不是那種 穿超級緊身貼合的 你會看到有些 很緊身貼合的 我們小胸的 單穿平口小可愛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點斷層的感覺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現 那像 像這樣子不會 但如果你先穿很貼合的那種 那個上衣的話 針織的話 我就不建議你單穿這個了 這個就是拿來當加一些 例如說 美背洋裝 美背的什麼 上衣 不是那種太貼合的 或者是像這樣的方式 去做加工的處理 這樣 接下來我身上的套裝 你們想要先牛仔外套先還是套裝 套裝先來好了 好不好 套裝先來 等一下牛仔外套下一標 來我身上的套裝 套裝我們就直接先來囉 套裝很明顯 超級無敵性感 那這個就是給拉拉的朋友 或是要去度假的朋友 那我覺得它很棒的是 它不是無袖的 它做有袖的 它做有袖的 然後白色不用怕會透 因為我裡面穿黑色的安全褲 你如果穿無魂的內褲的話 基本上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 然後這件就是超級無敵霹靂啦 來穿到L人可以 但L人你不可以太大胸 SM的朋友 我覺得到花花的衣罩杯也超緊繃的 我怕你下胸圍這邊會露 有一點難半球出來 然後這件裡面是本身的話 它有一點薄薄的杯墊 薄薄的杯墊 超薄 對我來講就只有遮點點用 所以如果大胸的朋友 你可以直接單穿它 那跟我一樣 需要罩衫的朋友 你需要詐騙的朋友 New Bra之外 你還可以加我們的這個瓶口小開 然後把這個弄到最極致 然後弄得最細最細 它很軟 所以你可以把它弄得很細很細 然後會只剩下縫這樣子而已 好不好 來這件白色它的罩杯也不明顯 白色罩杯也不明顯 來一樣的朋友 我有三個顏色 編號叫做L人能穿 來 你自己看我剛剛說的 你看 我的彈性 這麼大 一定可以 它是免質彈性很大 只是我就講了前提 重點在前提 L人你只能穿到珠罩杯以內 我覺得C罩杯就緊張了 因為我是怕你下胸圍 但如果你不care下胸圍的話 你覺得還好啊 我弄一點男扮球也是蠻性感的 因為我自己是會欣賞男扮球的人 但如果你沒有辦法接受的話 那你這個男扮球 你可能就稍微考慮一下 好不好考慮一下 來這套編號254黑白灰 都是基本好搭的顏色 酷裙喔 我還要一層一層的鮮 好不好 我裡面是用透明膠帶把它滾起來的 好不好 透明膠帶 它真的很性感耶 越穿越喜歡 你要送我嗎 你要送我嗎 你就先加 我加了 你要送我嗎 你就先加買 你要先送我才加啊 因為我要去我的天花板 但我很喜歡耶 呵呵呵 我要去我的天花板啊 但我是很喜歡耶 來 一套580元好不好 你是身形式 我裡面是一般的new bra 再加瓶口小可愛 加瓶口小可愛 我只是把它弄的 膠帶把它弄低 讓你的乳溝可以直接出的來 這樣子好不好 來 254 帶你要的顏色加1 我身上是黑色 喔黑色 它是一片加一片 好不好 一片加一片 我真的覺得很性感耶 那我可以穿在什麼地方啊 我先想一下 黑色比較好看 蛤 可是我喜歡白色耶 穿在什麼 不要吵 誰會穿下去啊 亂夾 喔我吃顏色加1喔 灰色不用穿了吧 好不好 這是很基本的 勾引男人的時候 我好像沒有那時候耶 我平常見面的場合 不是抓周 人妻 都是人夫 好不好都是人夫 抓周啦 算了就是婚禮啦 那平常一般的主持的時候 我也都在忙我自己的工作 沒有辦法去 認真的想要這樣幹嘛 它不是緊 它不是緊練 但是上面這一條是滿 它大概還可以再調大小都可以啦 843 我喜歡這種細細的 那你看喔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你穿的 像這樣的衣服啊 我就不會帶太浮誇的飾品 因為我會讓大家盡量簡單 然後有一點小小的量感而已 我不會帶太多的沒有的 好不好 843要的朋友 366給大家 那些人的衣服 我會找到